大家好,又是我Alex 相信大家看到這裡,所有東西都看到了 就是SB,今年最流行的都是SB 上半年已經出了五、六十雙SB 有沒有五、六十雙那麼多? 什麼?只是頭半年也有六、七個月 一個月就四個星期 八成四,現在到八月,都32對 現在基本上玫瑰版都出了SB 然後還要... 你不止一隻色,全部都出了幾隻色 加上一些Closover 你真的五、六十雙基本的東西 我們不如說一下SB今年會回來 其實因為SB回來後,Nike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在去年年底已經開始計劃 把SB的持久帶回來這個世界 去年最尼尾時,Nike跟Otvoi Cosova 做出了一雙Download 雖然不是SB的形式 它的鞋不是那麼厚 但它想用回現在最熱的系列 就是Nike跟Otvoi 基本上現在最熱的系列 或者是最多人去炒賣的鞋款 然後炒價最貴 以及最多人買的 Travis Scott聯名 它也有做了一雙 Travis Scott SB 就是用腰果花做了一雙SB燈 是完全做了一雙SB燈 包括有Ben & Jeremy 跟著本身說會跟721的Cosova 除了Cosova鞋款之外 多一雙都是用以前的顏色去做復刻 或者是一些以前的地區限定 去做一些復刻 然後再推出這些波鞋 好,現在第一對介紹就是這雙黃色的燈 這雙燈是跟Diamond Supply做了Cosova 在18年推出的這雙鞋 它總共推出了三雙Diamond Supply 跟Like聯繫的S 其實是因為慶祝的Diamond Supply 是20周年 所以才推出了這三雙鞋 而剛剛好吃得住 這幾年SB的勢頭很好 其實這雙是官方叫Fansmanly版本 但它有真正市面發售過的 就是在Complex Coil 拿了150雙發售 100對給了朋友和家人 Diamond Supply做這雙鞋 其實是蠻特別 而且做得蠻細緻的 因為其實鞋子這個位置 它做了好像Diamond的紋 放進去這個位置 就是鞋子裡面這個位置 看得出這些小細節 它做得非常好 而且非常有心思 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 它在鞋尾這個位置 其實你只能看到 它用Tiffon形式的Like 但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 就是它裡面也有一個Diamond的字樣 在這裡裡面 然後還有這雙SV跟其他SV有少許不同 它用了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魔術貼的形式 這樣就可以被人撕出來 它把整條撕出來 其實在裡面 雖然這個位置很容易髒或是性 但其實我們可以變回 做Diamond Supply本身 就是平時最常用的顏色 就是Tiffon形式 其實它在這雙鞋的時候 推出這雙SV版本 但其實它有真正推出過一雙市售的版本 就是一隻黑色和Tiffon形式 它也用魔術貼的Like Tick去做 但這雙其實相比起看上去 我覺得是看上去漂亮 但穿上去未必很漂亮 因為今年推出很多SV 看上去很漂亮 但真正配搭上去其實是未必很漂亮 剛才推出新的小紅燈 其實都是未必穿上去很漂亮 因為它的顏色太難配搭了 還有啤啤紅的燈其實就是… 這個燈真的很難夏天穿 別人以為你瘋了 其實你夏天穿過這樣的燈 好 接下來介紹這兩隊 應該在SV裡面 都接近最貴的SV 這兩隊其實都是來自 它是同一個collection的 就是CityPack 其實這隊就是CityPack的第一隊出的CityPack 這就是代表Paris 這隊就是它最後一站出的CityPack 就是代表紐約 其實這裏只有兩隊 CityPack裡面通常出了四隊 還有一個是London 第二隊出的就是… 第三隊出了Tokyo 其實這四個城市都是一個… 就是對於波鞋 或者對於潮流比較熱衷的城市 這四個城市是特別多 潮牌的誕生 也有特別多街頭文化的誕生 好 那我們第一隊就說一下這隊Paris 是02年的時候正式出的 這隊Paris就是 其實出的兩數不多 其實只有202隊 正在巴黎限定 還有這隊鞋其實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它上面好像一幅畫一樣 其實有一個法國藝術家畫的這幅畫 他在1999年已經死了 這雙鞋的圖片 就是你看到這幅畫 其實每一對都是不同的 所以有些人說過 Paris為何這麼特別 以及尼亞為何這麼貴 就是因為你根本找不到一對一模一樣的Paris 即是就算如果你要去做到假的 其實你如果做到一模一樣的 其實你賣兩三對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人會相信你那隊是假的 不 也沒有人相信你那隊是真的 因為每一對應該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所有的Print 即是這些位的圖 基本上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隊就成為了 現在基本上所有 真的有玩開SB 或者是喜歡了SB很多年 這是直上收藏的一對鞋 好 接下來介紹這一對 就是Citypad的最後一站 紐約 這對鞋就在2005年2月22日推出 其實當時公開有說過 其實它只會推出150對正常的版本 30對是帶有號碼的版本 很多收藏家 還有很多當時很喜歡SB 因為2005年 即是2003年至2005年 就是SB一段很流行的時間 其實它令到很多收藏 前面那三對的SB的人 就很想得到這一對 但這一對的數量 是相比起之前那三對更加少 因為其實Paris剛剛說過 大約只有202對 另外那兩對 其實都是只有200多對 或者有一對只有300多對 其實它的量數都是不多的 這對就會更加少 2015年2月22日 正式在紐約發售這對鞋 當時為什麼它對波鞋的文化 或者波鞋的潮流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影響力 因為當時太多人想要這對鞋 就令到以前沒有流行排隊的文化的時候 其實就令到這對鞋排隊的情況十分誇張 有人是拿槍去排隊 之後會有警察 甚至飛褲隊去支援現場的 即是那些人說 在現場買了這對鞋的時候 你是會給一些當地的黑社會 或者當地比較兇的人去兇你 要求你給這對鞋 或者原價買給它 所以令到警察是要護送這些人 去離開回家 即是想想是買這對鞋 即不是恐怖分子 但都已經有這麼驚人的畫面 所以令到這對鞋對潮流文化意義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對鞋其實也是我四對Citypad裡面最喜歡的一對鞋 因為這對鞋是唯一對這四對鞋裡 跟一個牌子做Corssover的 就是跟Stable做Corssover的這對鞋 這對鞋為什麼我說我最喜歡呢 因為這對鞋在四對鞋裡的顏色上我最喜歡 因為它是用灰色做主色 接著就是用白色的鞋的鞋 再隔壁有隻很有趣的鞋在隔壁 之前還有另外兩對 TOKYO就是用白色做主色 因為它真的太白色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在倫敦 其實它用一個啡啡的顏色來做主色 我不知道怎麼說是啡啡的顏色 即是水泥的顏色 它灰又灰不到這個地步 但總之它是水泥的顏色 去做主色 這對鞋配上去是最好看的 好 那我們今集就介紹了一些SB 我們下集我也不知道要介紹什麼 總之你有什麼想看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你想看什麼 欸 拍完酒 有說要介紹新的Breaderbrick嗎? 不是啊 就是我本來想今集拍的 但是我的假的Breaderbrick 在淘寶訂回來還未到 所以大家內心等待 所以還是那句 有什麼呢 就記得留言告訴你們有什麼想看 我們會盡量配合你的 還有記得追蹤我們的IG 還有追蹤我的IG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看我的影片給個讚 好 那這集就是這麼多 好啦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